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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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TUSHVF07315的目的 IMG HTTP News GTIMG.COM News App LS 0461 2097 98 1640 4800 GTTP视频 德恩维德2017-18萨基高光级紧 继续征战还是转战CBA 时长约9分37秒 腾讯体育室没有人比维德更适合做少年NBA总决赛的推广大使了 身为一个父亲 一个有一个儿子 正在读高中二年级的父亲 维德想的更多的是如何让他的儿子能够更好的成长 而至于外界都在关心的是否他会留在美国家忙热火 还是前往中国继续他的职业生涯的时候 维德虽然没有明确回答 但是又似乎告诉了外界当他做出决定的时候 什么才是真正左右的因素 今天维德接受了来自全世界媒体的电话采访 除了推广即将在佛罗里达举行的JRNBA总决赛 更是回答了很多温绕在NBA的热点话题 但是显然 人们首先关心的就是维德对于自己未来的计划 在他面前已经有了很明确的选项 第一就是留在麦阿密热火 据记者了解 热火非常有可能以一年530万美金去约维德 让他完成可能是职业生涯最后一季 甚至有消息人告诉记者 热火正在寻求可能性交易掉白边来获得更多薪金空间 又或者以200万的老将底薪留下这位为球队带来三座总冠军奖肥的未来名人唐成员 又或者 为得以三年2500万美金的CBA历史最高薪金加盲这家队 现在 显然伟德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 在不久的将来 时间就会忍出答案 他说 可是伟德在回答腾讯体育时确明确地表示 家庭金素将会是他做出最后决定的出发点 我的儿子现在正在高中二年级就读 我做出的每一个决定 特别是关于我职业生涯 尤其是以36岁的年龄来说 所有的都会基于家庭金素 我会做出对于家庭来说最好的决定 所以 我要明确的是 我的儿子可以能够利用每一个工具 来获得人生和篮球上的成功 韦德说 目前韦德的大儿子扎里韦德已经16岁 对于一个36岁的老将来说 他表示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 比起他16岁的时候 现在16岁的孩子则有了不同的视野 和完全全新的篮球版图 可是他需要明确的是 他的儿子可以一如既往的倾注对篮球的热爱 我告诉他 打篮球的原因是 你要热爱这项运动 我需要明确知道 在他打篮球的时候 他是热爱这项运动 并且倾注所有的 韦德在NBA里是出了名的好父亲和顾佳南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在上课赛季 如此感恩 可以回到麦安妮的原因 这个联盟很难有中穷可言 但是能回到麦安妮 我还是特别开心 那个回到麦安妮的时间点 无论是对于我个人 还是整个社区而言真的非常重要 在那个时候 我也正经历着个人很重要的时间段 我确实需要回家 我需要和我的家人在一起 我需要那样一个让我熟悉的环境 当我回到那个城市 我知道这个社区需要我回去 他们需要我的生意 我的脸口和我的支持 韦德表示 尽管远渡中国 会让韦德挣到更多的钱 但是显然 这位36岁的父亲 却希望更多的陪伴自己的孩子和家庭 她虽然没有正面回答 但是她的话语却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